今天来修一个奇葩客服的IQ7 故障也是无WiFi 这款机器其实超师傅修得蛮多了 所以这位粉丝呢 他也想看看他的机器是如何一步步修好的 虽然这个要求是可以满足他的 但是他又不想别人看到他的手机封面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女朋友照片只能自己看 这算是哪门子的事呢 来吧 曹师傅我只能尽量满足你们的特殊需求 大家可能也发现了 我最近很少更新IQ7视频 并不是因为不愿意更新 是因为修的太多了 天天拍的话 我自己也不知道要说啥了 除非是粉丝特殊要求 我才会去更新IQ7视频 对于这款机器 其实没有别的 主要还是手工 手工要是过关的话 闭着眼睛修就是了 还有就是最好用217度的高温锡 曹师傅呢最近准备挑战一下 听说现在有比217度还高的锡 不晓得能不能挑战成功 曹师傅最近也遇到一个难题 就是很多客户咨询问题的时候都会这样问 师傅手机摔了修一下多少钱 手机进水了修一下多少钱 手机在别人那修过了 手机在别人那修过了没修好 你修的话多少钱 我有配件 我带过来修的话多少钱 我是个实在人 我就只能说 我能不能先看一下机器再说 我这样说 我自己觉得应该没毛病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所以我想问问同行的你们 是怎么回答这种客户问题的 在安装CPU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电流 注意一下这款机器 它的电压是7.8V 你不要调成4V了哟 在焊盘上打上一点焊油 直接安装CPU 注意一下CPU对位哟 虽然也是888 但是这款机器缺运行内存的电流 和别的机器它是不一样的哟 继续 我们安装运行内存 把主板上的焊油 以及旁边的这些焦印清洗干净 打上新的导热硅脂 然后贴回这个原厂的散热通膊 再装回所有的内联座泡棉 在壳子上也打上导热硅脂 然后把机器装起来 一顿五花大绑过后 我们开始试机器 这款机器在潮湿府这里 成功力那是相当的高 散热也努力尽量给你们做到了极致 所以喜欢我这个强迫症患者的 点点赞嘛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哦 哦 清晨